US台湾Watch 美国台湾观测战 台美关系 下一站 新闻杂料 评论加拉 欢迎收听 观测战底加拉 欢迎收看第24集的观测战底加拉 我是可欣 我是Jerry 我们会来讨论台美关系跟国际动态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Facebook粉专 US台湾Watch美国台湾观测战 看我们的文章搭配着我们今天的讨论一起 不用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观测战哦 中美关系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少人 关心在位美国总统马上就要改参了 台美关系真是越怕越来越来越顺 若算了若是外动之前 还是总统年龄感有什么办法呢 台湾美国中国关系未来是要怎么走呢 白的大家没有 只有这里有我们这里跟你分身 我们这里跟你睡眠 我们这里是美国台湾观测战 大家好我是Facebook 欢迎来到我们一离一离的观测战在这里啦 我这一边走一个激动的开场 太强了啦 这个速度真的是猛 温馨了好几个礼拜 这礼拜总是要激动一下 有那种选战敲楼打鼓的那种气势 对 还有谁要选举的找我去站那个站车啦 我可以帮忙 哈哈哈哈 我很厉害我很厉害 自我推荐 可以 也可以接活动主持这样 没错 好啦我们今天 学校跟我们标题一样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点就是美国选战的最新小分析 小分析 小分析 不是大分析 也不是微分析 是小分析 小分析 我们要先谢谢观众上礼拜给我们的一些回馈 就我们很惊讶 我一直以为大家喜欢短的 没有想到大家喜欢长的 长的 对啊 嗯 大家喜欢长一点的 对 谁不喜欢长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Jerry自己讲 我 哈哈哈哈 有欺负难下 哈哈哈哈 没有就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真的讲太久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哦听不下去了啊 因为我之前一直我们之前都定在大概四十几分钟左右 你知道剪到四几分钟快疯掉 我们平常大概都会讲个一个半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然后把它剪到四十分钟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定在四十分钟 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全台湾的通勤时间平均是三十八分钟 嗯 结果大家竟然喜欢长的 那我们之后都讲超长的啦 之后就乱讲 讲一堆就讲更多 就开始尬了 对 真的 好啦那我们之后就大概维持在一个小时 因为大家大部分大家都说一个小时 那也欢迎大家再继续给我们一些你们的建议或是回馈 那我们今天就赶快来到今天的新闻回顾 那第一个新闻 这个我们没有写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但是我们觉得它这还蛮重要 而且是热腾腾的新闻 就是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就是想要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周发生什么事情嘛 那这一周其实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党代表大会就是正式举行了 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召开这党代表大会 就是因为要正式的提名我们上次介绍的贺锦丽 贺锦丽对跟拜登正式成为就是民主党2020 角逐总统大位的总统跟副总统 有人举手来可欣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觉得不能跟人家讲说这个是这一次特别举行 因为每一年总统大选前都会 每两党都会举行党代表大会 所以就是不是他们特别为他们举行 而是一部会举行的 然后也都是邀请他们就是这个党内很重要的人进来 然后共和党是Jerry是说是下礼拜吗 下星期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举办为期三天到四天的活动 没有错 那这个东西的意义是说他们要正式去提名候选人 虽然我们已经讲很久了就是拜登对不对 可是直到这一周透过党代表大会之后 他们才是officially被选称正副总统的参选人 那这一次你就会看到在党代表大会上面 他们就有roll call 那roll call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会看到每一周的人就会出来报说 我这一周 因为他们党内初选最后Bernie 我记得就是阿公桑德斯 还有到撑到最后 所以其实这一次在roll call的时候也有提到他 那他就说哦 譬如说我是纽泽西州 然后我投给桑德斯几票 然后给拜登几票 对 那这一次比较有趣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切都是线上举办 那以往的话在现场就是各州代表这样起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他们就 我不知道下一周的那个共和党会怎么样 这个就变得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因为这一次的民主党的roll call 就是他们就放影片嘛 然后各州都在就是会用他们该州有特色的方式来呈现 譬如说美术的一些群岛 他们就是有投票给拜登跟Sanders嘛 那他们就穿了他们当地的服装 然后就站在那边 然后你就看到各州啊 有些州是农业州 他们就后面就有牛啊 然后印象中Michigan的话 他们就是后面就是汽车 汽车工业 对 然后我记得roll island roll island是什么呢 Colamari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 他们就放了一盘Colamari Colamari是炸油鱼 端了一盘 而且那个人面无表情哦 就这样断了一盘 然后一直这样 我觉得那个好强戏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看点的 就是变得蛮有趣的 对 那就很期待接下来会 共和党的那个党代表达会是怎么样 有些地方好像还会用他们当地的语言 有有有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这一次因为都是线上举办 其实很多的影片都是事先都录好 那有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 没有像之前那种现场活动 那种炒热气势的感觉啊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 其实这样子还不错 因为非常的control 就是说你不会有那种超时啊 或者是每个东西影片 因为他们是事先录好的 所以很像就是看好一个 就是在看一个已经制播好的节目一样 他们有点记取教训 其实上一次的民主党代表大会 不是很 不能说不顺利 但是那个气氛没有很好 原因是因为当时 希拉蕊就是被提名嘛 但重点是桑德斯当时也跟他角逐 那桑德斯 他也是撑到最后 对他也撑到最后 然后桑德斯的支持者 很多人是不爽希拉蕊的 然后所以希拉蕊上台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很明显 会有人在下面噗噗噗的那种声音 就他们那时候初选选的很难看 就是到最后就是 初选选完还这样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很大团结 就没有团结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真的就是 杨安泽啊 然后Bloomberg也上来 然后还有好多人 就以前跟他打过选战 就是失败者大团结的感觉 初选者失败者大团结的感觉 就是昨天 初选者失败者大脸 然后就那些人 然后他们就围成一圈 也不是围成一圈 他们就是拍影片 然后互相聊天 这样子 他们就好像就是有一个线上的会议 他们彼此在互相聊 拜登这个人 然后他们表达对他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好笑的 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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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营造出那种 就是整个大团结的气势 对啊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里面有两个影片 是比较多人在讨论的 一个是MBA的球星 球星 就这次民主长代表大会 就是重新云集啦 就上一次也是重新云集 反正好莱坞在加州嘛 好莱坞他们就比较自由派的 然后他们很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那这一次就是更多明星就是站台 然后但我自己 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多人也在讨论的 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 拜登他也有一个儿子去世了 是就是车祸吧 我觉得 不是 他的悲剧人生其实 他的儿子去世是因为癌症 对 然后但是你说的车祸呢 是他的女儿跟他的老婆 然后那个也是非常严重 就是当时他当选参议员的时候是 二十几岁 那个时候 几乎是 我印象中不是第一 要不就是第二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 但是他 就是我记得他要去就任的隔天 他老婆就出意外 就出车祸 然后老婆跟女儿就死了 然后他就立刻变成一个悲剧人物的代表 好戏剧化 但是他隔天还是继续去上班 后来就是大概在几年前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Bow Biden 后来也是得癌症死掉了 但他里面那个影片就是 录着就是 就他儿子说你们大家一定要支持我老爸 那个影片好像是Bow Biden 2016年还是在那之前的某一年的也是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面的发言 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剪辑的时候就说 现在他的那个儿子Hunter嘛 Hunter Biden 讲完了一段话关于他老爸之后说好 那接下来就交给Bow 然后他就切到那个Bow 然后当年在党代表大会上面帮他老爸讲的话 Karen你要哭了吗 我没有我刚刚是卡 我没有要哭 但是我有一段蛮感人的是 他有邀请的 其实我通常我是很讨厌小孩子的 但是他有一段是请一个小孩子 就是有starter 就是他会口级 我话还知道原来 我之前不知道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还一直笑就是拜登讲话 很多人其实很多人都笑拜登是老年时代嘛 讲话就是口齒不凌络 但是后来才知道说 喔他从小就有starter的问题 喔真的喔 嗯然后他就是这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上面 就是邀请了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是之前他在跑竞选的时候的一个活动上遇到的 然后那时候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遇到这个小男孩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我多讨厌小孩子 就是对然后他就知道他这个状况 然后当下就跟他助理说 留他的电话我之后要打给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需要我的帮助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没有想到他之后就真的有跟他联系 所以在那个影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小男孩 还是口齐但是感觉上顺蛮多的 然后他把他的讲话给大家看说 这就是那个拜登教我怎么画那个重音 就是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去强调那个重音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口齐 蛮多人看到那一幕都尤其是家长们 就是自己小孩子 有小孩的人 我觉得从这边就感觉得出来 拜登这一次的策略啦 打温情牌啊 对啊因为温情牌 刚才我们有聊 因为现在我们之前有一些民调分析过嘛 就是说现在很多支持 拜登人是因为不喜欢川普而去支持他的 所以说他自己可能 他们阵营可能也有分析到这一点 所以他要怎么样去吸引到那些 Republican浅宏的 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川普的人 然后讨厌川普的人 那他怎么去吸引到这些票 他绝对不可能用像那个西拉蕊 四年前那样的做法 就是很对立 很强势 对很凶的做法 然后他 所以他一定是要走比较温情的路线 然后没有那么对立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讨人喜欢这样子 所以说这可能他们的那个选战策略考量之一啦 我听到的一些 就是包括民主党的人喔 有一些人其实是还蛮批判的 就是觉得说整个DNC 都没有在讲什么政策 就是没有很着重在政策的论述上面 反而感觉就是一直在 你可以说是造神吗 就是一直在强调 就是有点帮他在行诉他的个人的特质 跟他的领袖的魅力 就是对 就是在highlight他的那个charisma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啊这样子 有些人就是政策派嘛 有些人就是你知道认真魔人 他就是觉得我要看到政策 但是我在猜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到的策略 因为的确现在美国的疫情还是最大的因素 因为他不是只有人死掉 就是连经济 虽然大家看到股票一直上涨 可是问题是你看到很多的business 其实真的就是永久性的关掉了 嗯 很多chain store也都不行了 对 就倒闭了 那所以我在猜啦 我个人猜测他的策略就是说 其实我也不需要特别跟你讲什么政策了 我只要表现得出来 我有同情心 然后我能够苦民所苦就够了 然后像刚刚相姑讲到 就是要吸引中间选民那一个部分 也有人就是特别去分析了 他在就是第四个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的发言 他的发言里面 没有提到Donald Trump这个名字 但他有提到说 他都用这个总统来称呼 对 但是他就是不讲 他不指名道姓 那有人就说跟希拉蕊 比起来那个时候希拉蕊 提了川普好像22次 就是 所以你就那个演讲感觉 针对性就非常强 那很多人就说 他这样子其实也是要让自己的立场 稍微温和一点 因为他知道很多可能要投给他的人 并不是真的支持他 只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川普 所以就是他没有要跟他直接的做对抗 然后很多方面他甚至是 譬如说像这次民主党大会 还邀了很多共和党的知名人士 台湾的观众可能不太清楚 可是譬如说像John Kasich 就是共和党算是蛮有知名度的一个人 他现在是Ohio的州长 一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 跑来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上面发言 那你就知道这一次的选战多激烈 而且John Kasich 他之前还有选过那个共和党总统的党内初选 所以他的地位也是不小 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Colin Powell 跟Sindy McCain 他们这两个人都是军系的人 军系立位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子没有 是军系立位没错 都军人出身 对对对 因为很多共和党知识者都是军人出身 所以他们有可能可以吸引军人的票 那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 川普在打选战上面说真的还是蛮强的 我觉得还有很多 我觉得还有很多变数 还有很多篇说 这我们待会会聊 像是对台湾的一些政策 民主党的 当然这是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会觉得民主党的论述 也没有办法真的让我们很满意 那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聊 但是美国之后的选情 我觉得还有很多变数 那我们这礼拜刚好也有出一篇文章 就是看美国选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看民调 那这部分相互可以帮我们快速的 复习一下这则新闻吗 它其实不算新闻 它算是劝势文 算是一个分享 一个报导 一个分享 然后顺便劝势一下 对就是有一间很有名的公司 专门做政治民调 这个网站叫做538 538 我38 我三半 为什么叫我三半 因为538就是美国选举人团的票数的总和 那这个网站就是以政治民调起家 然后它竟然最后事业做大 倒被ESPN收购 那ESPN大家知道就是那个体育的专门的频道嘛 最大的频道 所以因为被ESPN收购呢 所以他加入了很多关于像休闲啊和健康相关的这些主题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经营权呢 又被转移到那个ABC News ABC新闻网 就从ESPN转移到ABC新闻网 大家有说那ESPN跟ABC新闻网好像不一样的两家公司嘛 哎 但是有一个忍知是 这两家公司竟然同样是属于同一个集团哦 大家要不要猜猜是什么集团 我猜我猜我猜 好你讲 你的最爱 我的最爱 我的最爱 应该就是迪士尼吧 没错 这两家公司竟然都属于迪士尼集团 因为迪士尼集团 大家你去分析迪士尼集团真的超级大的 他下面有乱七八糟一大堆的 很有名 你都听过的公司 不管你的 他的都是我米老鼠的啦 我米老鼠最厉害啦 好再继续介绍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有一个很厉害 就是他的DataVision超强 DataVision就做那个视觉化分析 因为你民调一大堆数字嘛 那你要怎么样呈现那个图表 那怎么样呈现图表 就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跟艺术 学问跟艺术哦 就是说他除了是科学图表之外呢 他还要看起来好看 平衣技能一看就懂 你就知道说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他们这一次又有一个创举 他们这一次做这个 每一周的这个选战的分析 他们创了一个snake chart 那他就是一个像蛇一样 蛇就是像S型的图表 那这一维的图表里面呢 他就会把最红的 就是最支持共和党的州 放在一端 然后另外一端呢 就是最蓝的 就是最支持那个民主党的州 那所以他是从深红到浅红 然后到浅蓝到深蓝 这样子一个一维图表 然后你就看到每一周 他的分布跟他的态度 那你就知道说 哪一周浅比较浅蓝 然后哪一周比较浅红 哪周深红哪周深蓝 然后呢中间他画一条线 那这条线呢就是过半线嘛 红的过去比较多了 那就是共和党一面比较大 那难过去就是民主党的一面比较大 那这条线呢附近他所在的州 就是我们说的摇摆州 那这些摇摆州呢就是 像佛罗里达 威斯康西 滨州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整个大选选战关注的对象 对 但是我们比较值得探讨就是 他的这个选举人团字也很麻烦 因为他这种是赢者全拿的一个规定嘛 我觉得这边可能要跟观众稍微 来来来 解释一下 那个选举人团制度 我让可欣 请可欣来说明一下这个东西 反正美国选举人团呢 就是每一个州呢 他们会有一个选举人团 这个团的人数呢 就是依照他们州的人口比例去定的 那有可能加州就会比较多嘛 那有可能中部的一些州就会人比较少 那美国选举他们在投票当天 他们人都还是会出去 每一个人都会出去投票哦 但投票可能假设我今天在加州 那我今天加州如果民主党的人高于共和党的话 那民主党的他就可以拿掉全部整个加州 选举人团的所有票数 那如果呢 假设在Wisconsin 然后共和党赢过了民主党 那川普 那他就可以拿了整个Wisconsin 所有选举人团的票数 那最后呢 他们会再把这个选举人团的票数总加在一起 那一个候选人赢比较多 那他就赢了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所以你是说 一周里面假设他选举人团票 所以我们随便举例假设他有100票好了 那他不是用那个他们得票的percentage去分配 他不是用比例去分配 不是赢者权啦 如果你假如高他一票 假设是51%对49% 那他这100票就全部差了 并不是拿51票对方拿49票 对对对对 蛮差的一个设计啦 其实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个设计 也是为了政党利益 所以他本身的出身就不是很好 所以一直被批评很久 那要改真的有点太难了 因为其实川普也对这个制度有所批评 可是的确如果我们回去看2016年 他就是因为选举人团票制度而选上的 为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讲到2016年希拉蕊的事件 就是很多人说 他的民调不是领先吗 那最后都为什么 还是最后居然是川普当选吗 所以民调都不准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结论跳太快了 第一个民调本来就是参考用的 所以呢 本来都有一个误差范围 而的确在很多的后来的分析就发现 都是在误差范围内 而且如果你去看总票数 就是我们说的popular role 就是总票数的话 其实最后希拉蕊的总票数 是赢出川普200多万票在全国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赢一票两票 你只要赢他 你就是整周的选举人团票 都归在你身上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制度 所以后来川普就当选了 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 他这次估的比例很悬殊 他这次估的是川普28%当选几率 对上拜登的72%当选几率 所以我就觉得 可是我们话又讲话 川普的支持度跟满意度 是一直都很稳定的 他基本盘是很稳的 满意度都是在40到45%左右 那不满意度一直都是在50到55%左右 是非常稳定的 对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满意度的数字嘛 那刚刚538这个网站呢 他算出来的 他算的是当选的几率 是胜率 所以又跟刚刚那个满意度是不太一样的 但他这个他有自己的model 所以他透过他这个预测的模型 最后算出来目前川普对拜登是20%对72%的胜率 我知道很多人2016年会觉得说民调只是参考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让你认真参考吧 因为他这个已经不是误差范围之内了 这真的是还蛮明显的差距 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真的很难把话说死 就是到底选前还有两个多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who knows 但是我们就只能从我们已知道的一些公开的科学的预测数据来判断 那目前看来的话 的确是有显著的差异 就是拜登的领先 那今年538他们在做预测的时候 他们因为也算是寄取2016年教训 他们其实又更保守了一些些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538他上面的那个数字 比很多像经济学人他们有做预测嘛 经济学人的数字更夸张 之前拜登的胜率冲到95%还是99%我忘了 对对对所以你就发现538其实是稍微保守一点点 然后他们这次甚至还考虑到了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他甚至把最后每一周他们容不容易出去投票这件事情 也算在他们的预测模型内了 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蛮有参考价值的 但我真的我还是不敢把话说死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现在邮寄投票 上礼拜也讲了嘛 邮寄投票也超多 超多疑虑的啊 然后还有真的就是川普是一个非常会做一体设定的人 我们真的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不知 真的我觉得变数真的还是很多啦 所以我真的 事事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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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随时保持的就是我们随时要观测 所以我就是要观测站嘛 就像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了解每一周了解现在目前的最新发展 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哦 我们是观测站哦 不要讲错话 因为我妈之前跑去跟人家讲说 哎你赶快去听我女儿弄那个什么 瞭望台的 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观测 我们没有瞭望 我们是做很多分析 我们只是看看而已 当然是谢谢妈妈 妈妈是我们的超级始终的粉丝 铁粉 可敬妈妈你好 对谢谢你支持我们 然后好 我觉得对台湾的人来讲就观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符合我们台湾的利益嘛 那我觉得这几天有很大的新闻就是民主党的党纲出来 他们把一中政策去掉 就是在录影的当下其实也刚好发了这篇文章 那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的DNC嘛对不对 那通常就在这个时候会去制定一下他们的党纲就是四年一次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共和党那边我知道的是他们已经决定就是2020年沿用2016年的党纲 所以就跟之前2016年一样 然后但是民主党这一次马上被人家发现 第一个就是对中的语言变得非常的多 然后变得比较强势 就是对中强势的语言变得非常多了 再来再来一个大亮点 就是在台湾的政策上面拿掉了一中政策 这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对我听到的时候真的就是整个就是做起来 就是哇这个很大条 我先来讲讲看 他2016年的版本是这样子的 他在讲台湾的时候 他说我们信守对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 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所以2016年的版本呢 有一个叫做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一中政策 那今年的版本呢 就直接变成了 民主党信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 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你会发现其他的文字叙述一模一样 就是独独直接把一中政策的那个地方 One China Policy 这几个关键字拿掉 这个动作可以怎么判断呢 就是他就是很刻意的让你知道说 我就是故意把这个一中政策抽掉 所以这个象征意义非常大 对啊 那一中政策到底是什么 那那个中国他们也常常讲一中原则 那一中原则又是什么 那中国的一中原则跟美国的一中政策 差别又在哪里呢 好这个我很简短的讲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有写过非常多篇文章 然后都很长可以跟大家预告提醒一下 就是都很长 然后再讲这个东西 那但是基本上为什么一中政策很重要 是因为美国在过去以来 对于两岸就是美中台三方关系的立场 神主牌位就是一中政策 而且是不管哪一个党都是这样子 那一中政策这个东西的内涵的核心 其实就是传统上 你们可能会常常听到的叫做一法三公报 一法就是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就是当时1979年 美国跟中华民国台湾断交的时候 美国国会火速通过的一个法案 因为那个时候是断交对不对 那断交之后 那美国跟台湾就没有邦交关系 那双方之间要如何往来呢 因为美国国会一直以来都是 蛮多挺台的势力在嘛 那他们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啊 卡特你怎么可以这样乱搞 就突然就宣布要断交就断交 所以有史以来最快速也没有 对很快 台湾法案通过应该是最快的速度 大概四十几天 就从提案到通过 就是过了这个台湾关系法 然后在台湾关系法就是阐述了 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之下 双方应该要如何交往 那其中还包含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只是说呢在当时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呢 安全的上面 他其实讲的有一点点模糊 因为那时候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侵台的话 It would be a great concern to US 就是说会让美国深切忧虑 但是深切忧虑是什么意思 代表你会出兵来帮我们吗 没有讲 没有讲 那这就是当时的台湾关系法 那三公报的话呢 就是建交公报啊 上海公报啊 八一七公报 那这三个公报 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所谓的正统中国 那个时候跟美国签的三个公报 那这是一法 台湾关系法加三公报 的combo 就长期以来 就是美国的所谓的一中政策 所以当美国讲到一中政策的时候 他其实在refer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内容 好那问题来了 刚刚香菇讲到 中国不是有什么一中原则吗 那到底两个差在哪里 其实有时候不太熟的人 或是有时候讲太快讲错 有时候美国自己官方的人 也会讲太快讲错 就是讲到one china principle 那是一中原则 基本上一中原则 它是根据上海公报 那个时候的内容 就是中方啦 中国那边的一中原则 是根据上海公报里面的 的论述为主的 那那个时候上海公报里面的论述 它有一个很知名的 叫做三段论 哪三段论呢 第一个就叫做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第二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 第三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好那你刚刚说 所以美国的一中政策 包含这三公报 那你刚刚讲的不是说 这是上海公报的内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美国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刚刚讲的第三点 就是巧妙就巧妙在这边 你问你去看双方的中文版跟英文版 英文他美方他所认可的版本 的那个上海公报的版本 在第三点 美国是说 美国 acknowledge中国的立场 那 acknowledge的中文叫做 可以说我认知到 我认意识到 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立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子的立场 但是呢 他并不是用recognize recognize就是承认 所以美方并没有通盘接受 中方的那个三段论 他最后一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美方的立场 仅仅只是说 好我知道你中方有这样子的立场 但是我没有on board 我没有要recognize 这样子的立场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大家在讲说 美国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的一中原则 两个东西 你虽然说好像很像 可是其实非常不一样 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里面 它并不包含三段论里面的第三段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在中方的认知 那个一中原则 他们的一中原则 是完整的三段论 OK 非常微妙 非常微妙 然后就是很简短的版本 来说明这两个的差异 但是老实说这个议题真的很大 如果你要讲的话 这个可以出成一本书的内容了 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啊 好那讲回来 就是说那这一次把这个一中政策拿掉 如果你看我们脸书的文章 我们的title其实是说与战略模糊 什么意思呢 我解释一下好了 我觉得战略模糊这个东西 它不带有负面的批判 或是正面的认可 它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战略的方式 那战略模糊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比喻 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台海危机 不是吗 那时候就是台湾第一次总统民选 然后中共不是就是发射飞弹吗 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就担心 美国会不会去介入 那当时柯林顿他采取的就是战略模糊状态 他就是放出很不确定的信号 他就说他应该要保护台湾 但是又没有什么回应 那其实美国在战略模糊政策上面 他们也是有 有些人反对 有些人是支持的 反对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出来 就是比较偏保守派的智库 譬如说像我们常讲的那个传统基金会嘛 或是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就是在做军售的这个公司 他们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战略模糊 因为你等于是 像台湾人永远处在一个 不知道你到底要对我要干嘛的 这种彷徨的状态里面 但是呢比较偏自由派的人 他们比较支持战略模糊的 像是亚洲基金会啊 美国外交政治全国委员会 他们都是支持战略模糊 因为他们觉得战略模糊 等于是给中共也给美国 都一些空间可以再去 比较多转换余地 然后我觉得有点跟上次 住海边讲的是雷同的 他不是都说 美国不希望那个中美 或者两岸之间的冲突 是来自于美国自己本身 他们会避免这件事情 都是因他们而起的 对不想要扮黑脸 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符合战略模糊 这策略的其中一环 所以这就是所谓战略模糊 好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美国的一中政策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它的内涵基本上就是一法三公报吗 那这样子的美国一中政策 就是战略模糊的最好体现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说它的内涵是一法三公报 可是你会发现哦 在不同的执政团队 不同的执政党 他们看情况而定 有时候他们会特别强调一法 就是台湾关系法 那有时候他们会特别强调三公报 就是这个内容是 弹性很大 弹性很大的你知道吗 那强调一法的时候 通常就是立场比较清台的时候 那如果他想要 不要让北京生气气 他又会开始讲一下三公报 就是中美建交三公报 所以你就会发现 同样都是一中政策 你的一中政策 我有时候可以highlight台湾关系法 那有时候我可以highlight三公报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好用的工具 那甚至如果你去 再更扩大解释一点 其实老实说 牵涉到台海两岸议题的相关论述 都可以被加入到 美国所谓的一中政策里面 包含之前 譬如说像雷根总统那个时候 有提出的六项保证 然后包含我们之前有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跟台北法 某种程度上 这些刚刚讲到的几个法案 都已经是通过的成文法 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也都算是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一 OK 那好 那为什么我们的文章是说 民主党把一中政策拿掉 反而是模糊性扩大呢 原因就是在于说 以前你讲一中政策 我们至少知道说 你大概讲的就是一法三公报 我们大概心里有个底 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事情 那现在你直接把它拿掉 但是你没有立刻提出新的论述 我们就觉得说 那好 所以最后 那接下来你对台湾的 关系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看到你拿掉一中政策之后 那个民主党党纲 对台湾部分的叙述就变成是说 继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 在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跟最佳利益的情况下 和平解决 那这样子的做法也好多种 对不对 那也有人就说 是不是看台湾最后选出什么样的总统 说不定选出一个亲中总统 那美国就会说 那既然你们的人民这么亲中 或许我们就顺水推舟 让你跟中国签订一些合约什么的 这也是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 意思就是说 在他们没有立刻补上一个 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接下来的论述会是什么 一时之间大家其实是有喜参半的啦 因为老实说 真的是有喜参半 就是刚刚讲的嘛 模糊性增加 那可是喜的就是其实长期以来 台湾人真的是 尤其这边很多台美人团体 对于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 其实是非常感冒的 还是好像一点把台湾锁在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到底哪一个是正统中国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 因为这个一中政策那个三公报 就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产物嘛 对不对 那乐观的解读就是说 是不是从此以后把这个一中政策拿掉 台美议题就跟一中政策脱钩呢 这个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那担忧的想法就是说 好你拿掉 那你现在的论述是什么 是不是 因为你拿掉你扩大战略模糊的空间 你可以游移的那个range又更大了 你不一定会游移到台湾这边 那万一如果台湾就像你讲了 下一任又选出比较亲中国的政权的话 那他们可能方向也会跟着改 又游移到另外一边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忘记啊 其实可以看看国会嘛 国会这方面倒是一路以来始终如一 所以我还蛮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会倾向乐观啊 就是说因为现在国会也是 美国三权分立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嘛 那国会议员的立场 其实台湾不分党派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不分党派很重要 现在两党都有很高的共识支持台湾的议题 那其实还蛮乐观 就是他可以push行政单位 朝向清晰化 就是不要模糊 就是明确的讲说 到底对台政策是什么 那这边可以给共和党credit 就是说目前国会来说 共和党这边的动作真的是比较多 就是蛮多共和党的议员 已经有提案出来了 就是要求美国应该要修正这样子 战略模糊的策略 要明确讲出 就是到底中共共台的话 美国要不要出兵 甚至有些法案就直接说 美国就是要出兵啦 对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人有时候真的 真的不是很喜欢民主党的原因啦 因为当他们选择战略模糊 或者他们没有把一些话 讲得比较清楚的时候 真的会那种心服的感觉 我知道就是或许会不安 我觉得其实刚好也是在刚刚 就是发帕台湾人公共事务委员 公共事务会我们之前提过好多次 发帕这个组织在美国替台湾相关法案游说的团体 那他们的政策主任其实也发了一篇文章 那他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说 这一次他认为民主党把一中政策拿掉 背后更大的就是他希望大家去关注的 是台美人社群跟执政党 长期以来都有在这个地方有耕耘 才会看到今天他们终于在他们的民主党党纲里面 把这个东西拿掉 所以这很像是我们长期以来观测战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我们之前在看留言很多人就说 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立场啊 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论述啊 其实有啊 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用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台美关系啊 很多人会把自己帮成是把自己投射在那个 党派的支持者 对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人大部分人也都没有办法投票嘛 我们就是在就是一个第三个角度来看嘛 而且我们也很难去影响他们的总统选举结果嘛 而且美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政党人替就是常态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有一个因应的策略 我觉得台湾真的如果要自保的话是不管哪一党 就算面对战略模糊 我们也都要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礼拜也有出另外一个新闻 其实这个是目前共和党的一些政策 他对中国是很强硬的 那我们就请香菇快速的 帮我们把一个一个的事件 逐日的来跟我们讲一下 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政策一向 就是还是很维持一贯的强硬哦 而是没有停下来的哦 所以我们有发了一篇文章 再做了一个总结 做一个小整理就对了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美国对中国又有哪一系列强硬的 所段跟政策呢 首先在8月19号的时候 美国正式终止跟香港的三个协议 那这三个协议就是包括逃犯的移交啦 被判刑人士的移交啦 还有针对国际营运船舶的双重课税的赦免 这个部分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8月18号的时候呢 美国的第七舰队的脸书 PO出了他们穿越台湾海峡的那个讯息 那强调就是保卫印太地区这个自由航行权 就是一再的强调 他们一再强调说台海是公海 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行动呢 推动这个他们印太战略的这个决心 然后再来呢就是8月17号呢 美国商务部宣告华为的这个制裁令扩大 那这个这一次的扩大 这次的制裁令包括什么呢 包括采购者 就是说你不是只帮华为出货 你包括采购者中间收获人 或是最终的收获人 或是中端的使用者 都全部包括在内 那变成说他的下游公司这些 可能都会被影响到 包括38家华为子公司 都列入了那个禁运的清单 所以说这边呢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是软体 那个半导体业的这个大国嘛 所以说对台湾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哦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个特别来宾 他非常了解这一块 我们等一下会有专家来帮你们解释这一个部分哦 对 那我们在那篇文章 其实里面有评论到整个美中的关系 然后还有要怎么去看整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动态 那因为我们这篇文章大概写了大约五千多字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如果我们在这边讲一讲 这一篇真的超长的耶 对真的超级爆炸 因为我们其实想讲的东西太多 要讲这篇的话 还有最近不是蔡霞的事情吗 就中央党校的前教授 他出来说很多红二代是对习近平不满 就这些很多新闻陆陆续出来 那但是我们有可能现在来不及讲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网友提问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来讨论一下 要怎么去看整个美中的关系 网友他就在网络上面问了 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华为的议题上面 感觉是优柔寡断 一下子有强硬的作为 然后有时候又好像放行的条件 跟就是又加宽他的那个宽限期 就感觉好像 难道这也是战略模糊吗 我觉得就是 就是因为有游说的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钱多 就是游说客啊 对啊 因为你进华为 其实对美国来说最大 就是高通嘛 高通他们也就失了很多单啊 那他们其实就一直疯狂的去游说啊 而且他们游说理由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科技业其实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很惨 他们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话 他就没办法做R&D啊 没办法做R&D的话 那美国的竞争力就输人家啦 OK 这是他们的逻辑 就是他们去游说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讲 所以 其实他们讲的也不是 也没有错 真的就是从某一个面向来看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有错 真的美国任何脱钩 或是他去打击欧华为 绝对美国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也没有错啦 所以我觉得 就是美国政治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力量在去做一个平衡 那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 有时候他游说团体说服了一部分的参众议员 或是民意起来了 就是反对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现在又在打选战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民意起来了 他们反对这样子的对华政策 那有可能他们对华为的这种禁令 或是制裁又会力道又少了一点 所以他是一个不断在动态在改变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从这边看回去美中关系也是这样子 他是有很多不同边的利益在交集而成的 所以你要去分析很多很多不同角色的利益 那观众有问一个问题 他们都说 那进华为五眼联盟他们会跟进吗 查了一下新闻 有五眼联盟都跟进了 那尤其之前那个大家最担心是英国嘛 大家原本想说英国不会跟进 但之后那个Johnson不是得了COVID-19吗 他得完中标之后他也知道痛了 就是他也进了 他就气到了是不是 他就醒来了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多大 但是确实这个时间点就是差不多 就是现在英国也开始进华为了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英国已经脱欧了 那五眼联盟指的是加拿大 纽西兰澳洲 美国跟英国嘛 对那这五个国家目前是进华为 但是这些国家还有很大的一个盟友就是欧盟啊 那欧盟虽然不是五眼联盟里面 但他也是一个牵制国际社会 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那目前欧盟的领头尤其就是德国嘛 那德国目前是没有要进华为的 或是那个几率是很低的 所以呢 华为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焦点再转回来台湾的话 我知道很多观众呢都会想要问 那进华为 对台湾的 对台湾的 对那这个呢 我不方便回答你们 因为呢我也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呢 我还愿意要开始准备讲了耶 我们现在要转变一下 我们要转成那个财经频道 开始那个变开始爆牌 好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个 真的是在这长期以来真的都有在关注 这方面新闻的一个私生记者文怡 好那我们就来欢迎文怡 欢迎 文怡她是现在在外媒担任记者 然后她一直以来都有在撰写 跟台湾半导体产业相关的报道 那我们现在就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文怡 那我自己是很好奇一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跟文怡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文怡告诉我说 其实进华为这件事情 对联发科的冲击不大 这就有点好奇 因为我们看到联发科她的股价就是 当天新闻一出来的时候马上都跌 那为什么对联发科的冲击其实不大 可以请文怡解答一下吗 解惑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在今年的5月15号 台积电没有办法再继续出货给华为之后 那大家就把那个目光的焦点转到联发科 因为台积电华为旗下的海思 没有办法直接跟台积电下单晶片之后 那他就只好想说那我就外购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业界大概就在讲说 其实华为向联发科增加了非常多的 下了非常多的订单 那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其实这一次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新的一个禁令 其实反而会让就是说联发科 其实好像短期之内 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出华为 那大家想像说对联发科的影响一定很惨重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也问了一些包括分析师 那他们其实看法是觉得说 当然就是联发科他在短期之内 会受到这个禁令影响冲击是没错 可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手机量 就是说他的那个中端市场量还是在那里 所以即便说他联发科受到华为事件影响 但是他就算不能出货给华为 但他中国还有其他的手机品牌 包括OPPO Vivo Xiaomi 其实都是他们在中国市场其实也算是华为的竞争 所以华为一旦没有之后 那其他的品牌其实相对就起来了 那这些品牌就是其实他们有一部分的晶片 也是向联发科购买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分析师他就是会觉得说 对于联发科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是有其他的厂商可以补上这个缺口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感觉就算今天像我们看到美国这样子 对华为这么的态度强硬 说不定有可能就真的是干掉了华为 但是说不定其他的另外一个中国品牌就顺势起来了 对因为其实大家现在 业界现在大家蛮多在讨论 就是说进华为这件事情其实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太确定说 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比如说可能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又发生什么事 那可能或者说川普又改变心意怎样 那他也许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又要让华为继续活下去 这个我们不管 但是如果说他一路进华为下去的话 其实现在业界或包括分析师 其实大家都认为的是说 这是加速中国在这个去美化的一个决心 其实从华为去年就是 美国就是美国政府在去年515的时候 进华为开始 华为就已经开启了一连串的 就是去美化的一个措施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说华为近期的一个M30的手机 他们也是标榜说 我里面完全没有用到任何美国的零组件 那包括说其他的中国品牌厂商 比如说其他的手机品牌 其实大家也 业界或者是分析师其实也认为说 这会加速其他的品牌 也尽量不要使用太多的美国的零组件 或者是晶片 因为难免就是下一个被攻击的有可能是他们 所以对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其实正在加速自己本土化的一个建制 对那就是尽量不要使用美国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加速他们自我独立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们就想办法想办法活下去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话 有可能他们真的找到一个活下去的方法 那他们以后就不需要依赖美国了 那这样子的话好像不是美国原本的意图对不对 他们是想要把他们打趴或打死 但是没想到加速他们自己独立的过程 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说美国就是本来是想要把他打死 可是反而是让中国他更有决心要扶植他的半导体产业 所以其实包括最近中国的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个 就是半导体相关的政策是去扶植就是半导体的晶圆厂 那他可能又给他一些很大的优惠啊等等的 这个是就是说其实真的是加速他们本土化 但是业界其实很大的在讨论的是说 那他们本土化到底有办法多快能够追上美国 或者是追上台湾呢 这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问号 因为比如说技术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啦 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在吃那个抗生素 如果你没有一直吃把抗生素 就是一次把他杀死的话 接下来就有抗药性了 你之后再再用同一招 他就打不死了 因为他已经就是独立起来了 就是那个病菌已经被你训练到 就是他已经够强了 就现在可能真的是在看中国 到底就是他们的产业界有多大的能耐 就是可以去 就是可以到底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东西 去支撑他们 那当然也是有前两天刚好就是我也去一个活动 那也是有就是半导体业界的老板是说 难免华为可能会想出什么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都很难说 就是可能真的是要看 到底就是继续观察吧 嗯 我觉得这个观察会是比较长期一点的 那我就是也有集结一些网友他们在IG上面给我们的提问 那我这边也想要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他这有可能问的是比较短期的 就华为的禁令他会怎么去影响台湾的科技业 其实就是说台湾其实 台湾的科技业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两派的阵营 就是说一部分是有打进华为供应链 那另一部分是打进苹果供应链 这是两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焦点 那其实就像前阵子台积电他自己也有讲说 那时候他就是不能出货给华为 其实大家也蛮关注说 这个到底对台积电有多大的影响 可是台积电后来那个他们的就是高层就出来讲话 其实就算他们没有办法出货给华为 他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原本给华为的空缺也是有其他的厂商来补上 因为这其实是他们就是最先进的技术的制程 那受到最近这段期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又加速了5G跟AI的这个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一块的5G跟AI比较先进技术的一些客户 其实是他们需求量其实都还蛮大的 所以这些其他的客户就可以很快的填补上华为的空缺 其实台积电的高层他们其实不太担心 就是说我会缺了一大块华为的单 所以其实如果台湾的科技业我单纯以台积电来看的话 那他其实是不担心 那联发客来看的话其实投资人什么的他们其实也就觉得说 这只是短期的影响 但是长期还是会有其他的客户可以补上来 我大概以这两个台湾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两家厂商来看的话 其实是长期来看的话其实都会有其他的订单补上来 所以影响倒是还好 但如果你说要到再更多其他的公司或者是说也许组装下来的话 这个我可能就还要再去研究看看 就是说到底到底影响多大 但至少对于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来讲的话 其实是还好的 这真的要问问题了 不然大家都会跟那股民在那边担心 然后在那边害怕 就自己杀自己 其实最近也蛮多外资分析师出报告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为联发科护航的一个感觉 因为其实就是联发科股价跌这么多 其实大家都还蛮担心的 但是其实你要去看他这个公司可能他长期的一个 比较长期的发展其实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影响好像没那么大这样 那其实这个网友就有问 华为挂掉对台湾科技业有什么好处 嗯 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办法说好处或坏处 可能一个点可以是说 其实台湾的比如说科技业什么 他们其实最近就中美贸易战以来 其实常常会讨论就是说 诶我是不是要选边站 我要选美国边站 嗯 还是我要选中国的边站 那中国边站好像现在最大 最大宗也许就是华为这一边嘛 那华为就是说华为挂掉这件事情 也许他就是中国这一边 那他就没有华为 可是还是会有其他的中国的 其他的厂商会有 就是像台湾的厂商就是科技业下订单的一些需求 所以华为挂掉也许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厂商 也许他的占比华为就是占他的营收占比是比较高的 那对他来讲他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损失 可是长期来看的话就是说他缺少了这一块订单 但是未来还有就是中国其他的更加速去美化的一些公司崛起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厂商还蛮大一部分 他们其实是希望说可以做两边的生意啦 他们其实也不希望说局限自己 所以其实他会比较希望不要就是太摄入 太跌入这种政治性的思考 说我一定就是占美国或是占中国 所以对就是华为挂掉的话 他们弹性也很大对不对 就是这些厂商台湾的这些科技业他们的弹性也很大 就是他们会跟着这一些 如果今天有些政治上面的一些起伏 他们也会跟着这些起伏他们去去钻出他们的路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比如说像那时候 华为禁令一下来的时候去年去年5月15是第一波 那那一波是说就是如果你有用到美国技术就是25%的话 你就不能出货给华为 那当然像台积电这样子的公司 他也是非常的遵守就是法规的 所以那他能出货他就出货他不能出货就不出货 所以去年他在评估说他整体的这个美国技术的占比 出货给华为的这些晶片的占比到底有多少 那没有超过没有超过美国这个限制 那他当然就继续出货 因为他们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们是就是 是要服务全球的客户的 那在今年5月15之后 就是一旦这个法令就是真的有限制到限制到台积电 就是说我真的出货会有问题的时候 那他也就马上立马就说我就是已经停止出货华为 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遵守这些国际的规范也好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说但他们的宗旨其实都还是希望说我哪边有客户 他们有需求那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服务他们 这就让我想到里面那个周星石电影功夫里面这样把我讲的一句话 他说 他都说 他了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就是他了华为还有千千万万个 就是华为出来 就是说因为台湾的科技公司我们的技术其实我们是赢在我们的技术嘛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的话好像的确就是随时都有其他的客户 甚至你说不是中国的话也有其他国家的客户可以补得上 因为就像你说的疫情的影响现在5G这些东西大家都在发展 所以这个需求量其实是一直都有在起来的 所以就是好像就是你只要自己本身有本事 其实你不太需要太担心 嗯像台积电就是这样的例子 台积电就是任性他什么都不怕 啊就鼓励这些股民啊不要跟着这个政治就是太祈福 然后真的好好去看那家公司的财报 去看他的那个过去的技术 他们的技术 然后还有他们整个有他们CEO啊 他们的处事态度他们的弹性 我觉得这才是投资股 我们现在变成股啊 股市频道 对我们现在变成股市的频道 这个才是投资股票的正确方法 好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谢谢文怡可以跟我们 就是讲解很多 而且讲的就是 很外媒记者的感觉 很专业 我都好像听得到 突然间让我们这个频道 好像是那个专业的那种新闻频道 对啊 谢谢谢谢 好那文怡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记者 他都不断的在去关注这台湾半导体产业 那台湾半导体产业 其实是攸关我们台湾的国际处境的 那欢迎大家去到文怡的Facebook 打文怡力 这是他的Facebook可以追踪他 可以追踪他的报导 那就谢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听这么久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再见咯 拜拜 谢谢文怡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